去泰國旅行,你會帶多少現金呢? 8000個 4個人 4個人 也不夠 不夠的,我們到時再唱 因為那裡的隊伍比香港還便宜 要二萬泰國 可以入境 你知不知道這個規定嗎? 沒有聽過這個規定 4600來講,有時候多一點 泰國的東西也不太 有時候去泰國,可能去曼谷 很短時間,也未必要這麼長時間 有時候酒店都已經給了錢 可能用CreditCat 但是根據泰國移民局規定 凡是入境泰國的人士 個人要準備2萬泰銖 或者同等價值外幣 折合大約4700港元 作為在泰國的生活費 每個家庭就要帶4萬泰銖以上 大約是9400港元 航空公司職員說,條例有了很久 只是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但就說,旅客入境前 應該了解清楚條例 不會刻意提醒 有泰國通之稱的胡偉聰 就叫大家不用太擔心 雖然有法例說,有客門 不帶2萬泰銖 就不可以漲入泰國境 但是情況等於說 香港市民必須出街帶身份證 不是每個人都會問你 當然你打扮很奇怪,很獨特的 會問問你 甚少甚少會問 其實這條法例主要是針對 某些國籍的人士來到泰國做黑工 是相當於2萬筆的外幣都可以 你不會拿這麼多張的泰銖 只要有些外幣都沒有問題 雖然是這樣 如果想確保行程順利 胡偉聰都說,帶頂多些現金都無妨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